释迦牟尼曾经说过 不可以轻视任何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 每一个人皆堪秤佛 不单是我们人 就是一个小草 一个百灵鸟 一个很弱小的众生 他们本性中都是佛 都因为迷了 然后才堕在六道中 去生死轮回 所以哪怕是一善题 都不可以轻视 什么叫一善题 一善题就是 他根本就是不信佛法 你打死他 他都不要信佛法的人 还有就是很多节很多生 没有听过听问过佛法的人 就是这个根子里面 八十库里 在很远的地方 都找不到佛的种子的这种人 他叫一善题 那这一善题 你都不可以轻视他 为什么 都是佛 从本质上 从本源上来讲 都是佛 所以我今天是真诚地感谢你们 为什么 你们是为这个佛来的 想究竟明白 什么是佛教 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字 我们现在都把它发音读错了 为什么叫佛教 佛教就变成宗教 不是说宗教不好 但是就背离了释迦牟尼的本怀 所以这个字应该怎么读 叫佛教 教懂不懂 教就是要教会你 他怎么教 所以这个佛它是什么 佛这个就是一个尊称 相当于我们称为一个大学教授 什么副教授 这么一个职称 大家对这个佛不要产生一个迷信的念头 它实际上是一个职称 在佛法界里面 它分什么 教授 副教授 然后下面是普通讲师 那么这三层的这个职称 到了教授级就是释迦牟尼了 他就是最高的教授头衔了 然后副教授就是菩萨了 然后到了讲师 你到教授评不上去 那就阿罗汉了 你不要小看阿罗汉哦 阿罗汉也可以做讲师 为什么 只有真正出离过六道的人 他可以再讲这个佛法 佛法的核心就是要你出六道生死轮回 这个叫轮回 大家知道一个鼓轮 一个车轮子 车轮子它是圆的 你从选任何一个点顺着这个轮子走 走到最后又回到这个点上来的 轮回就是这样的 你走来走去 你没出来处理这个轮子 然后你就在这个轮子里面转 所以你从任何一个点开始 那最后还要回到这个点上来 这叫轮 所以是没有出去 你要跳出这个圈 跳出这个圈要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然后这个就成佛了 那么佛这个是最高的成就结果 然后那么菩萨是第二成就结果 阿罗汉是最小的一个成就结果 那么到阿罗汉层次就抽了这个六道轮回来 所以是那么阿罗汉又分两种 叫声闻跟圆觉 声闻是什么 声闻就是他是听别人讲经说法 开悟的人 那圆觉是什么 他没有听闻别人讲经说法 他自己去参详 然后突然看见花一开了 花开得很美 这个花一开很美 他心里哗啦 一触动了自己的真情 真心 然后他的心也像花一样开了 明心见性了 这叫圆觉 有的人看见花开 开明心见性了 有的看到水桶破了 然后明心见性了 有的人看别人 红灯摔一跤 他明心见性了 所以每一个人明心见性的缘起不同 这个叫圆觉 阿罗汉他跟菩萨有点什么差别呢 阿罗汉声闻圆觉这个层次的 他叫二果圣人 我们叫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是什么 四圣就是佛菩萨 阿罗汉里面分声闻圆觉 那么这四圣他都是出了六道轮回的 不在这个轮子里面 他已经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了 是这么一批人